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塔尔全英雄攻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节目呢是优鬼的仙导片 那么给大家做这个仙导片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意义上深入的去理解一个英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英雄攻略的时候 如果你并不深入的了解这个英雄的话 看到很多的操作你可能会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决定以后在给大家做这个全英雄攻略之前 会给大家先去做一个仙导片 让大家深入去理解一个英雄 同样,本期节目视频点赞过5000会给大家更新下一期节目 那么如果大家能够一键三连也是感谢各位观众 上一期节目忘了在片头跟大家要求赞了 那么这期节目片头给大家来要一下 也感谢各位大家支持 那么关于优鬼的英雄很多人说了 他不就是一个后期英雄吗 有什么可以深入研究的 那么为了让大家去明白深入理解一个英雄有多重要 那么在这里我提出了随便写了六个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下 第一个,优鬼之刃持续的时间是如何计算的 粘制时间是多久 第二,优鬼的折射的伤害计算方式和伤害类型是什么样的 三,折射是否无视莫免 第四个,折射可以被闪避吗 可以被格挡吗 第五个,折射可以吸血吗 不管是物理吸血还是技能吸血都可以算 第六个,为什么高分局的优鬼普遍会出打架桩 而低分局的优鬼可以出一个灰耀年爱一切 那么这六个问题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来尝试一下回复在弹幕当中 那么看一看自己是否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5,4,3,2,1 好了,那这几个问题我们先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去解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优鬼之刃的持续时间如何计算 粘制时间是多久 关于这一点 简单来说,优鬼之刃它的持续时间是按照每一个优鬼路径 它碰到人的时候来开始计算 而不是按照这个技能释放出去的时间计算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优鬼之刃释放出去以后 那么你比如碰到了这个人身上 那么这个人在移动的时候 他的身上会有一个优鬼路径 那么这个优鬼路径并不会按照你的这个持续时间结束 它就消失 而是会按照在他身上生效的时候才会消失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技能的一个生效方式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难 这个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 那么但是粘制时间是多久 这个可能很多人会容易搞混 首先我们把这个优鬼之刃放出去以后 我们站在优鬼之刃的时候会有一个优鬼之刃路径 移动速度改变36%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移速是会加快的 然后它会有一个粘制的时间 同样它还会有另外一个效果是可以穿树林 但是在这个技能上面有一个问题在哪 就是它的加速效果 可以在你离开优鬼之刃路径上面以后持续4秒钟 但是穿地形的效果只会持续1秒钟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是要注意一下的 那比如我踩了这个进到树林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效果还没有消失 但是我已经进不到树林里了 只不过我的移速还是会继续存在 这个也就是解释了优鬼这个英雄 为什么在追杀敌方脆皮英雄的时候会比较厉害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因为这个优鬼之刃的路径 它的加速还是在有天赋加成以后可以加36%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没有鞋的情况下 移速可以达到394 如果我出了一双香味鞋的话 那么在优鬼之刃路径上面 我开启香味鞋 我的移速配搭的522 在有天赋加成的情况下 优鬼在追杀对方脆皮 或者是逃生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同理也需要注意的是 你在优鬼之刃路径上面穿地形的粘质效果 只有一秒钟 所以不管是在逃生 还是在追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折射的伤害计算类型和方式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很多人之前还会记得 之前优鬼的折射 它的伤害类型是纯粹 但是后来在一个版本当中的改动 是把折射这个技能 改为了原伤害类型来源 那么原伤害类型来源 就是对方是用什么伤害 打到你身上的 那么你弹回去的 就是什么样的伤害 比如说丽娜 这里用一个神灭斩打上去 那么她的伤害打过来的是一个纯粹 弹回去的也会是一个纯粹 当然这是A杖的利纳的大 如果没有A杖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魔法伤害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是技能伤害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享受这个 玲珑心的加血呢 吸血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 是让我们看到这个 血量并没有发生回复的这个效果 而且伤害也是对的 那么被这个折射 去弹掉了大概200左右的一个伤害 那么剩余的700伤害算进来的话 刚好是这个利纳大招的一个伤害 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技能并不会吸血 同理用平A的话 这个撒弹也是不生效的 我们可以看到开启撒弹以后 我们这个仍然会被利纳打掉血 那么这样的话说明 这个折射是不会享受任何吸血的一个效果 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 第三个 这个第五个问题也就一块给大家解决了 那么第三个折射是否无视魔免 这个效果的话 可能有很多观众会觉得 那我是不是看出个BKB就可以随便用技能打对方了呢 事实上不是 注意事实上不是 因为优鬼的这个伤害 现在这个版本呢 它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在于 就是技能免疫不再提供 无视 不再提供100%魔抗的这个效果 因此当敌人开启BKB 用技能打到你身上的话 你仍然会强制去反弹一个伤害到对方身上 因此这个伤害是无视魔免的 比如丽娜的这个大招在没有A仗的效果情况下 它是一个无法对技能免疫单位释放的 但是呢即便我们开启了大招以后 一个大招打上去 我们的丽娜仍然会被弹掉血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丽娜仍然是掉血的 我们把无限技能打开 然后BKB开开 然后我们去打这个优鬼几个大招 我们可以看到丽娜仍然掉了很多血 所以优鬼的这个折射 它是一个即便你开了技能免疫 你打到他的身上 仍然会被他弹到伤害的一个技能 很厉害 那第四个问题 折射是不是可以被闪避 折射弹回来的伤害 既然是原伤害类型的 我是不是可以闪避 可不可以被格挡 在这里呢 同样我会给大家来做一下测试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丽娜 我们吃6个蝴蝶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闪避已经会非常非常高 已经达到92%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打这个优鬼的时候 可以看到每一下 A到优鬼的身上 我们的这个丽娜都会掉血 也就是说这个伤害是无法被闪避的 我想这一点 大家可能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技能伤害 怎么可能被闪避呢 但是 但是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被格挡的 在这个地方 同样我们捡几个蝴蝶 加一点攻速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正常情况下A的话 我们这个身上会掉血 但如果我们开启一个赤红甲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丽娜在每一次平A身上 会有一个格挡60的这么一个减伤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A这个优鬼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受到这个折射的伤害的 那么这样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想到了 以后我们打优鬼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去出一个赤红甲 然后加油 然后开始赤红甲 一块就追着这个优鬼去打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掉太多血了 恭喜你答对了 那么第四个问题解决了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高分局的优鬼普遍出打架装 而低分局的优鬼可以出一个灰耀粘压一切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是对于这个英雄深入理解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知道优鬼这个英雄 他实际上主要的输出来源是靠荒芜 他的主要输出来源不是靠自己的平A的那个物理伤害 或者出个灰耀去烫人 而是靠这个荒芜 因此在正常的一局游戏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再放两个 既然是防导嘛 那我们就放两个屠夫啊 我们这里放两个屠夫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两个屠夫 我们把这个敌人升至满级 在高分局的时候 我们优鬼一般不会选择去强行出一个灰耀 去压对方的血量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对方知道如何去防 我们现在这里不出装备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果对方在开团的时候 酱油啊 特别是酱油 对方没有靠近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优鬼的幻象可以造成多少伤害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身上只有一个相位鞋 也就是说 这个幻象没有享受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一个幻象上去 几乎可以打掉一个怕击1000左右的一个血量 可以打到大概1000左右的血量 但是呢 如果说对方这两个人站到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开一个大招 大家可以再对比一下 这回我们的这个幻象能够打掉徒步多少血量 这次这个幻象上去的话 总共打掉了这个屠夫 大概500左右的血量 也就是说这个伤害是直接减半的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个是25级的优鬼 加了32% 鬼影冲冲冲幻象的攻击力的情况下 30级的优鬼 满级 所全天赋的情况下 他的幻象打到一个屠夫身上 在没有任何规避伤害的情况 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打掉500左右的一个血量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解决了 为什么在低分局的时候优鬼一开大 这个酱油的血线会下的非常快 因为低分局的时候 大家一看到优鬼开大的时候 往往会乱跑 然而事实上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两个人靠的更近一些 找一个你的队友 然后跟你的队友站在一起 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如果我去出到一个灰耀 然后再去开一个大招 对方这两个人没有靠近在一起的话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掉血的这个 掉血的这个量 也就是说在没有酱油在的情况下 这1000多血就没了 就没有其他人在一起的话 1000多血就没了 那么这样一普遍的一个酱油位 可能就已经站不住了 或者说半血就没了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跟你的队友站在一起 并且其中的某一个酱油 出了一个笛子的话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对方的这个 优鬼回药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的 大家可以看到 几乎A不掉的人血的 尤其是身上拿着笛子的这个人 他中了这个技能以后 总共也就掉了三四百的血量 所以在打优鬼的时候 有两件装备这个酱油非常适合出 一个是吃红甲 一个是笛子 这两件道具呢 尽可能都要去做一下 那么顺带一提的是优鬼的这个荒芜 其实刚才在那几个简单的问题里面 我没有给大家列出来 为什么呢 有些问题可能会更加的复杂一点点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荒芜他对某些单位不生效 但是呢 也对这些单位不会产生判定 这个不会产生判定的 例如守卫 例如守卫以及防御塔之类的东西 那么守卫这个东西 如何来给大家去演示呢 我这里给大家放一个小歪出来 小歪小歪小歪 完了我的这个眼睛又开始找不到东西了 在这里 比如这里有一个小歪 那我们把敌人生日满级 在正常情况下 周围没有人 打他肯定是有荒芜伤害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蛇蚌放在这个地方 蛇蚌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去打他还是有荒芜伤害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荒芜的这个特效 因为守卫不会去触发荒芜 就是你的荒芜打在蛇蚌守卫上面是不管用的 包括炎也是一样的 你打炎也不会去触发这个荒芜 但是呢 守卫类的东西还有防御塔 我们在这里过来以后给大家打一下这个防御塔 这里屠夫我们扔远一些 然后呢 优鬼拿过来 我们先把周围的兵线给他清掉 比如说对方站在这个塔边上 我们去打这个英雄的话 他一样会承受这个荒芜的伤害 所以优鬼在追杀对方英雄的时候 对方进塔 你不用担心 你的输出不够 还有对方如果在野区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野怪 他是独立于天辉和夜眼双方的 也就是说对方一个英雄 他站在野怪的边上 你仍然可以触发荒芜 注意 你仍然可以触发荒芜 所以荒芜这个技能 在对对方降有位进行击杀的时候 只要你确保对方这个英雄身边 没有他的友方单位 且这个友方单位 哪怕是守卫也无所谓 只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利用荒芜 来对对方造成大量的一个伤害 那么高分局的 大家都在使用优鬼的英雄 去出打架桩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高分局 优鬼更需要让自己的本体 以及幻象拥有一个 更实在的属性和战斗能力 而不仅仅依靠灰 去烫对方的血量 和压制对方全体的一个血量 因为高分局 大家看到优鬼的时候 往往都会选择去出一个笛子 并且在优鬼开大的时候 大家会选择暴团 这个也是为什么之前 优鬼的荒芜的判定范围 加到500的时候 这个英雄非常难用的一个原因 因为大多数英雄 随随便便就可以靠在500的一个范围内 好吧 好了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也说了十几分钟 其实主要是为了 让大家能够对这个英雄 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那么这样的话 在大家后续使用这个英雄当中 会有更多的一个帮助 好了 我是三宝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我的视频 感谢各位观众的打赏 这期视频点赞过5000 咱们给大家更新优鬼的第一视角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